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到现场去考察 私自都投了一股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配合起来串通把你给坑了 结果问着问着发现根本就不是这回事 你属于典型的没算计好 把自己放进去了 你相当于给黄女士担保拍了胸脯 你放心 这个钱没风险 你办吧 这就是黄女士为什么把钱打到你的账户里的原因 是这样吗 黄女士信任你 不信任对方 对 你的人品就是钱 你一诺千金 也是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说身边案例 您把理请你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律师合议环节 其实免除他的担保责任就是一句话的事 也就是债权人 他是有欺诈的行为 跟赵先生的这个沟通 河南增性老板 那么我们认为他的这个身份呢 实际上是存疑的 如果说有证据证明 这个老板的身份是虚假的 或者说所谓的这个房地产项目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我们认为本案还存在一个借款人 涉嫌骗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说的 应当让法院查清这300万 债务人的花钱的去向 到底是打到哪儿去了 你看这个案件 我们其实有一个突破口 需要尽全力找债务人的 他将来可履行的财产 补办的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 咱就分这几大块给对方进行沟通 说身边案例您打理情理 接下来请我们的律师提议环节 好 王律师 那赵先生 第一呢 如果有证据证明 存在债权人与债务人 恶意串通 骗取赵先生担保的这个情况 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 赵先生是可以免除担保责任的 那么第二点 根据我们的观察 就是本案不排除存在刑事诈骗的可能 如果赵先生有证据证明 借款人存在诈骗的这种犯罪行为 可以就此向官居官举报 如果经过司法程序最终认定 借款人存在诈骗这个犯罪行为 那么赵先生是可以免除担保责任 或减轻担保责任的 第三 赵先生可以依据 2017年12月21号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 优优独立者